宗教的断食意义 这个世界上 很多人由于暴食 暴饮而早死 在佛教里面 断食 被认为是修持自我控制的方法之一 佛陀劝告比丘们 过午不食 受持八关齋戒的在家居士们 也要起月圆日过午不食 有爱好议论的人 批评这种断食的修持 只是宗教某一个时期的风向 但是断食 确实不只是某一个时期的风向 而是基于道德和心理的内观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 这样写过 一个人吃得太多 就不能对抗惰性 一个贪食者和懒惰的人 决不能对性欲满足 因此 按照所有的道德指引 有效达到自我控制 往往始于战胜贪食 始于断食 正如要获得一个好生命 第一就要做到自我控制 而自我控制的第一条件 是断食 印度的圣洁们 修炼自我控制 开始有规则的断食 往往获得难以相信的高成就 佛教中有一个故事讲 有一个苦行者被一个暴君派人踢打敲闻 然后他的手脚被撤断 但是那个苦行者以平静的心情 忍受那种敲闻 而没有一点亲恨 这种宗教 教人以透过对观能放纵的抑制 而开展出心智的力量 在佛教中 断食 是获得自我控制的初步自我训练 每一个宗教里面 都有一套断食的训练 在一日之中断食一餐 或者牺牲一餐 或者实断食一个时期 我们将可以奉献我们的食物 给那些饥饿的人 和那些一日一餐都没有的人